大家好,我是主讲老师,唐超老师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注册快捷考试 机考操作系统的介绍以及相关的说明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本堂课的相关的主要内容 第一个,机考登录界面 第二个,机考系统作答前的相关提醒 第三个,客观题答题区 以及我们主观题答题区相关的变化 以及相应的按钮是如何来操作的 第五个,我们在答题过程当中 辅助功能如何来充分的利用 来帮助我们提高答题的效率 第六个,也是非常重要 给大家非常关心的 在税法会计和采管当中 如何进行全键盘的输入 来输入数字,输入符号以及输入公式 同时给大家提醒需要注意的事情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机考登录界面 大家现在看到的机考登录界面 是我们中国注册快捷协会提供给大家的练习系统 这一套练习系统也会是大家在考场上见到的模样 基本上是1比1仿真 当然啊,个别情况下会有细微的调整 但是不大 在这里,首先输入你的准考证号 我们这里呢,因为是练习 所以它输的是模拟准考证号 你就正常的输入你自己真实的准考证即可 点击登录按钮就会进入到信息这个部分 考证信息这个部分呢 有你帅气可爱的头像 以及你的姓名、竞别、中考证号 以及考证的科目 看一看你的头像和考证信息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点击确认按钮 如果有问题,请举手示意相关的监考人员 帮助你处理即可 下面你会进入到 CP考试硬考人员考上手则 对于这些手则简单的浏览一下 同时在手则当中 有一点我们非常关心 就是考试让不让我们带计算器 对于终极快值人考试呢 是不让带计算器的 而我们CP考试是允许大家使用自己的计算器 当然这个计算器是有规定的 有一些是不允许我们带进考场的 比如说你的计算器具备文字存储和显示 具备入放功能是不可以的 一般而言 我们常见的简单的计算器 以及科学计算器是让带入考场的 为了以防万一 我希望大家准备两个计算器 一个是最普通的 一个是有着科学计算器功能的计算器 好 那计算器的问题我们就说这么多 下面 这个界面是什么呢 这个界面是暂理索屏界面 在考试中途如果你遇到突发情况 是你不是需要场外来进行处理的话 你可以点击赞理索屏的按钮 我们把作答区域进行遮盖 会出现这么一个保护性的界面 那这个界面是防止你的作答的试题 被其他考生偷窥 如何点击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在哪里 我们后面会给您介绍 等你处理完情况之后 再次输入你的中考证号 继续考试即可 下面有两点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个 所有考场都会给大家下发草稿纸 你考试过程当中 在草稿纸上书写的这些内容 是不作为答题的结果的 你要把题目写在 机考系统指定的答题区域 同时 草稿纸等到结束的时候 一律不得带出考场 千万不要你收拾冬的时候 慌张的把草稿纸也带走了 那么你本场考试的成绩是没效的 是作废的 还有一点要给大家说明一下 有些考场 有些考脸 在考生进入到教室之后 就会下发草稿纸 这个时候 你可以在草稿纸上写上 姓名 总考证号 以及诺位号 但是不要再写其他任何的内容了 有些同学呢 考前比较紧张 可能会把自己怕遗忘的 容易疏漏的知识点公式写在草稿纸上 反正我都进来了嘛 我书也不在身边 但是有些考场 有些考脸认为这是不良的行为 会没收你的草稿纸 甚至取消你本场考试的资格 所以大家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 不要因小失大 你进入到考场 坐到座位上 平心静气 脑海当中可以想一想 你平时容易疏漏的点 但是不要在草稿纸上写写发话 以免让人认为你在作弊 好吧 这是这一点要提醒大家的 下面在考试过程当中 如果遇到您认为与机考操作软件 设备硬件有关的问题 或者是其他的问题要举手示意监考人员 帮助你来处理 在你等待的过程当中 要保持安静 不要影响周边其他考生 下面等到了正式的答题开始 首先你看到的应该是特别提示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写的是一些注意事项 比如说我们在采管 税法或快递考当中 这个计算小数保留的要求 这里一般来说 会凝聚的给出你应该保留几位的问题 所以说一定要认真的阅读一下 以免你在作题过程当中 不知道如何来处理 但是如果没有给出小数 如何来保留应该怎么办呢 后面我会给大家进行介绍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每一个科目都会有相关的题型 以及每一个题型当中有几道题目 每道题目的分值 这个大家简单的要浏览一下 因为有些年度 它的题型以及提量分值会有些许的变化 为了在后面你答题更顺畅 所以在这里要简单的看一下 不要一晃而过 简单的完之后 点击继续按钮 我们就看到了机考操作系统 一个庐山真面目了 那这个庐山真面目我们看一下 它是一个左右分屏的 左右分屏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顶部的区域展示的一些什么信息 首先字号调节 可以调整我们尸体的大小 以及作答进度 可以显示有多少道题 你作答了多少道 剩余时间 当然不要一直盯着看 以免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这里就有暂理锁评 如果中途遇到任何问题 点击暂理锁评 你的屏幕封屏之后 您再到场外来进行处理 当然要征得监考人员同意 同时还会有座位号的显示 这是顶部的区域 下面我们来看左侧的区域 左侧区域首先是考生的信息 包括你帅气 可爱的同像 以及你的姓名 禁别证考证等等等等 下面是什么呢 下面是试题列表的显示 试题列表包括 题型以及每个题型 有多少道题目 同时会标记试题的状态 如果是白色的 代表的是还没有作答 如果像现在一样 显示的是蓝色的 代表着您正在做此题 如果是绿色 代表您已经做完了 如果本道题目 你存在问题 打算整体做完之后 再检查 你可以进行标记 标记的话 会在我们的这个框当中 出现一个红色的小三角 代表是你进行了标记 那如何进行标记呢 一会我们来说一下 同时下面是胶券 您可以提前胶券 但是呢 我希望你做到考试的最后一分钟 等待系统自动收卷 即可 当然这里的 藏信息和试题列表 可以显示 也可以隐藏 点击这个小三角即可 下面我们看底部的一些区域 底部的区域有什么内容呢 首先标记本题 对于单选题第二道 如果你点击了标记本题 那么在题号上 就会出现一个红字的小三角 提示你 这道题你认为有问题 以后回来还会检查检查 思量资料 以及我们的计算器和系数表 对于系数表 可能你的采管快递用到的概率比较大 计算器 这里带的是我们系统或者是机考系统也好 还是我们操作系统也好 自带的计算器 我们CPA考试呢 是允许大家带自己用的这个计算器的 所以这里的计算器我们也不过多介绍 因为你用不到 好 下面就是上一页 下一页 也就是上一题 下一题 下面看一下客观题 答题区域 那显示的一部分 就是客观题的答题区 单选题 多选题 单选题呢 前面是圆圈 你只能选择一个 多选题呢 是小方块 你可以选择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答案 我们在做相关设计的时候 要仔细的去读题 你千万不要认为 这个题目跟你平时做的差不多 你就一扫而过 我们在考试过程当中 有很多细节上的变化 一定要看清 一定要看准 千万不要阴沟里翻船 好 下面看一下主观题的答题 这个主观题的答题呢 今年我感觉是很赞的一个变化 我当年考试的时候呢 有一个上下分评 太反人类了 看着特别不舒服 那左右分屏 我感觉看着更舒服 看着更好看 是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左边代表的是资料区 右边呢 就是作答区 我们可以把资料区当中的文字数字 复制粘贴到作答区 这样呢 比如说我们的战略 比方说我们的经济法 很多内容都需要从材料当中去提取 这样不用你反复去敲字 直接复制粘贴相当的快 在这里 我们在作答区作答的时候 系统会自动保存 如果出现了系统故障 你不要担心 你之前的会没有 之前的作答记录都会保留 好 下面我们继续来看 作答区有哪些需要我们关注的呢 首先最上面 这代表是输入法 我们允许有八种输入法 OK 考试的时候呢 你就看一看 给你提供的电脑 它自带的输入法是什么 你就用就可以了 在作答区当中 有要求一 要求二 等等的要求页 你把每一个要求 所要作答的内容 写在指定的区域 你千万不要说 把要求一的写在要求二 要求二的要求三 要求三的 就写在要求一 不要答串 如果你答串的话 那么会没有相关问题的分值的 你会不得分的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同时作答区 这有一个放大 或者是缩放的按钮 点击放大按钮 它可以把这个区域 加宽加大 如果呢 加宽加大之后 你觉得太大了 还要看 我们的资料区 点击它 它会形成恢复按钮 然后再恢复过来 我感觉我们平时考试 不用放的太大 左右对比看 是最方便的 因为我们经常要 翻过头去看你的 提侦信息 是吧 这里是需要我 多说一两句的 下面对于这些按钮 都是什么意思呢 复制 剪贴 粘贴 尽管给了我们这些按钮 但是我们用 一般来说 没人会用 我们Ctrl C Ctrl V 是不是 就特别的快了 一般来说是用不到 同时 这里有插入公式的 一个按钮 和 插入表格的按钮 这两个按钮 基本上 我们也用不到 也用不到 因为如果你用 插入公式按钮的话 会造成你输入公式 符号特别慢 如果本身考的 就是你填表题 那肯定在作答区域 已经把表格给你填好了 你就直接填数就行了 所以这两个 可用性有点的低 同时我们要知道 你是不能修改 我们的资料区的 资料区内容 不能被剪贴 删除 或修改 同时 你也不能把你 作答区的内容 贴到你的资料区 但是资料区的内容 可以贴到我们的作答区 这是可以的 好 这是对于作答区 需要简单说的内容 下面我们来看资料区 资料区有一个 很关键的内容 就是我们的标记 和批注按钮 怎么来使用 首先你选中一个字段 比如说 甲公司是一家 制造业生产公司 选中之后 单击小笔按钮 会出现批注对话框 这个批注对话框 你可以写一下批注内容 单击保存 下面你会看到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你批注这个字段 会进行黄色高亮标记 同时鼠标定位在此 会显示你的批注信息 如果你不想进行批注 那怎么办 你可以选中它 然后呢 单击取消或保存 那这个字段也会进行默认的黄色标记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用好自己的标记和批注功能 有同学说 我在刚开始不想进行批注了 后期再批注可以吗 可以 因为这里还会出现一个小笔的按钮 你点击它 会出现批注对话框 把你要批注的内容写上去就可以了 所以说利用好标记和批注能让你在阅读的时候找出提干关键的信息 或者是容易遗漏的信息帮助你提高作达效率 这是对于标记和批注你应该怎么来用 希望你把它利用好 下面我们来看全键盘输入这个内容 全键盘输入这个内容呢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在进行采管睡法的考试当中尤其是无耻 尽管我们的考试系统给了我们常用公式符号 其他字母这些输入的模块和功能 但是我们没必要去使用 因为太慢了 太费时间了 我们考试时间就是分 尤其是睡法和采管计算量又大 考试内容又多 所以我们依靠全键盘来输入是最合适的方式 下面我们来看具体情况 对于全键盘输入睡法而言 也包括会计 可能用到的公式很少 基本上加减乘除就足够了 所以这些简单的运算符号 我们就直接敲加减乘除 这个乘除呢 用我们的信号和斜杠代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 我们的考点有的呢 比较普通 那肯定给大家用的是台式机 会有小键盘那个区域 那你敲这些符号肯定特别顺手 有些考点呢 为了高大上给你提供的是笔记本 但就比较踩 因为笔记本呢 是没有小键盘区的 它只有主键盘区上的数字 可以行 会导致你输入数字会比较慢 所以我们在平时做练习的时候 小键盘的你练一练 主键盘上的数字区你练一练 以防万一 我们要多一手准备 好 这是我要说的 下面我们在踩管囊中呢 可能还会遇到上标路线符号 比方说x的平方啊 x的立方啊等等等等 这个上标怎么来写呢 x打一个小三角 然后写2 这个小三角是shift加6就可以了 下面价标 价标用的概率呢 稍微少一点 比如说我们要打大起点 然后小写E E在下标的位置应该怎么打呢 R一个短的下滑线 这个短的下滑线就是 快捷键shift加短横 这个短横在哪里啊 在你主键盘区上面的数字键 0的后边的一个键 知道了吧 就是一个短横 你能把它敲出来 然后再打E就是下标了 好 这是上标下标 上标下标 还有分式的运行符号 分式的运行符号 你用斜杠就可以了 那这个斜杠 我们在用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如果都是数字 比方说 三分之七 七分之五 你就 三分之七 七分之五 等等等等 如果你的分子分母是有 赤字的 比如像这样 三加七的核 除以三十 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要把三加七 扩起来 除以三十 千万不要什么呀 三加七 杠三十 不要 因为这样的话 就可能会认为是 三加上三十分之七的核 OK 这是分式的运行符号 当然了我们采管当中 可能还会遇到log 或者是line 这种以E为底的对数 我们在实际考当中 基本上不会出现 所以我们常见的 就是这四大类 你把这四大类 能够搞定就可以了 这里要说明一下 公式也好 符号也好 我们都要采用 英文半角状态下 您输入 你不要搞一个中文全角 行了吧 就是一二三四 这四点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示例 这个示例呢 是你采管当中的 一个比较杂的运算 我们采管当中 肯定会有公式 在考这时候 不要把这个公式放上去 要把公式 带完数之后的式子 放上去即可 就像这个样子 如何写成我们考试的形式呢 全键盘输入 怎么来输入呢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 写好后的例子 三乘 乘直接用信号来替代 三乘五十 乘你八百的平方 八百的平方 打一个 左转角 这辅助加六 然后再写二 就代表的是八百的平方 这里分子是一个 怎么样 式子 你把它破起来 分母其实也是个式子 四乘百分之零点零二五 然后破起来 整体开立方 所以加一个中复号 上标 开立方 开立方是三分之一 那么把三分之一 你再破起来 如果开平方呢 你就破起来 是二分之一 就可以了 再加上一千即可 直接写这个结果 直接写结果 在这里 你不需要 把每一步的计算过程 都敲到键盘上 敲到键盘上 就是这个式子本身 以及最终结果 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在计算 采管当中 有年金限制系数 负利限制系数 应该怎么办呢 比如说 一千 乘以知道年金求限值 百分之五两七 好 你就把这个式子 敲上去 直接等于一个结果 就可以了 不用把我们 这个系数 到底是多少 这样会节省 非常多的时间 尤其是采管 这是我们 对于全键盘输入 你要知道的 当然了 这些全键盘输入 小三角也好 还是下标也好 你平时可能 手写也不会遇到 所以大家一定要 在机考系统当中 练一练 敲一敲 打一打 敲敲打打 把这个熟练起来 等到你考的时候 你的支脸是熟的 你的手速是有的 支脸加手速 才能很好的完成 我们的考试 当然还希望你带一点运气 最后 需要注意的事项 第一个 小数保留的要求 有规定 按照规定来 没有规定 我们一般的中间过程 就要保留四位小数 最终结果 一般是两位小数 在保留的时候 难免会进行自搜侮辱 自搜侮辱 允许有误差 比如说标准答案是 百分之三十三点三三 而你是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四 可以吗 可以 再次强调作答区域 一定要把你的答案 写在指定的区域 要求一 就写在要求一的下面 要求二 这个要求二下面 不要答错位置 不要答串区域 否则没分 白答 最后 如果你的计算当中 会有相关的名称 把单位名称带上 不要忘了 最后 在你确认交卷之前 看一看你 所有的题目 是不是都已经答完了 如果有标记的题目 是不是已经考虑周全了 还是那句话 我们考试都知道 尽量不要把你第一次 做答的结果 轻易的改掉 因为当你第一次 做答的时候 你脑子应该是比较清醒的 当你进行了两个小时的 狂风烂炸 你可能有点晕 有点懵 所以说 不要轻易的把你之前 做过的答案 不改掉 很多同学都是改错了 后悔不已 所以说 要慎重 再慎重 好 看看 题目有没有漏答 全部检查完毕 就可以交卷了 还是希望大家 能够让系统收卷 做到考试的最后一分钟 我们今天的时间 就到这里 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机考系统的变化 以及机考系统 如何用相关功能 以及我们如何来进行 全键盘的操作 还是希望大家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等到我们今年 听大家的好消息 听大家的好成绩 好 今天的课 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